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问你时间复杂度 首先第一步就是找到我们的基础操作 循环次数最多的 是不是就是这一步呀 基本不用你分析就直接能找到 然后我们的下一步是不是 就是要看它执行了多少次 也就是这个循环 循环到最里层 循环了多少步对不对 OK我们来看 第一层对于K的一个循环是不是 K作为一个循环的标志符 是不是一步一步是乘二的一个递增 注意这里 然后递增一直递增到N为止 对不对 当你这个K超过了N 你是不是就是不递增了 OK那么它一共多少层 那么是不是log以二为底N的对数 就是这一共有多少步对不对 一步一步乘二 乘多少次二就到了N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OK这是我们第一层的一个循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层的循环 第二层循环从J等于1开始 然后判断的中指是 这小于等于N 注意这里是N 而一般我们的题第二层循环 是和第一层循环的值有关 而这里不一样 对不对 它第二层循环中指条件 直接和N挂钩 对不对 OK最后 这的一个自增的方式是 直接加加 那么也就是说 无论你第一层K的值是多少 你第二层是不是都是N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层是不是 log以二为底N的对数次 然后第二层 无论你第一层是什么样 它都是N次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相乘 N倍的log以二为底N的对数 OK 那就是一个C选项 整个题 只要你分析这个循环 就能够全部分析出来 它到底循环了多少次 就可以得出来我们的一个结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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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